这是我入冬前跟大家分享的一盆金边锐香 这盆金边锐香之前它的枝叶发软 然后我办定它是已经烂根的 那么这盆金边锐香烂根之后 我是没有给它换盆的 我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让它现在能够恢复了一个正常的生长 叶片也开始硬朗起来 也开始长花芽花苞了 那么是什么方法呢 这个方法就是给它进行控水 因为烂根一般都是因为 浇水过多造成的 所以我给它盆土了尽快的控干水分 然后等到盆土完全干透了之后 就给它用上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枚林 稀释1000倍给它灌根 那么这个二枚林呢 我是持续用了两到三次左右 在这期间呢 一直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 有散色光的地方养护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了 它的枝叶已经开始硬朗 长势也开始恢复了 所以大家家里的花 如果有轻微烂根的 我们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不需要换盆 也能够让它恢复生长 当然换盆是最快 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特别是烂根严重的 我们就需要换盆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好